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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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來幾條 幾條新聞 看一看 咱們就先從郭文貴談談起好了 郭文貴昨天 昨天被抓了 那 他在紐約呢 紐約呢被 被逮捕 上 現在上午呢在在紐約被抓 罪名是他策劃了一項呢 複雜的陰謀 從數千名的網上的追隨者那裡呢 騙取至少十億美元 那 郭文貴是個是個是個騙子 你知不知道 因為只要 騙子之所以會成功 那這種 這種 這種的可以 可以公然的騙 的大大騙子 他其實 絕對不會 只是跟你談錢 談投資 這種都是小騙子 大騙子會把 會把自己包裝在一個複雜的 政治社會脈絡裡面 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社會脈絡裡面呢 才能夠營造出對於這個騙子的背景跟他的身份的想像 沒有那個背景跟身份的想像 他沒有辦法的引起一般人對這個騙子的狂熱因為有距離感 你會覺得我跟他沒有金錢的往來不管他賺的錢我也分分不到那他就算是個騙子那對我呢也有無傷這個時候呢其實騙不到多少錢那高明的騙子大 那個就像郭文貴這這種或者像是的話 現在或者像是馬 呃我們說的馬多夫騙局 那郭文貴郭文貴是騙子你不知道嗎 其實你應該知道 可是你為什麼會 會疏於防防範 因為他是很高明的騙子 他是把自己整合到了 整合到了當下 認為呢可以呢 可以讓他呢去去鑽營的 那個政治社會脈絡裡面 他在現在大家所關注的那個社會脈絡裡面是有角色的 因為他有這個角色拉近了你作為一個受騙的潛在的受騙的被害者跟他的距離感 再加上有一群因為對這個社會脈絡他的角色當中的認知或者是認同的人會因為呢投資金錢以外的因素對他的產生狂熱跟討論 這個跟狂熱跟討論更會鬆懈了許多的潛在的受害者 因為不知不覺當中進到了那個社會脈絡跟他產生了情感的連結 然後之後呢當當你在金錢上面的連連結的時候那種的狂熱感驅使會讓你掏肝掏肺掏腰包 過不貴的我當他被他被抓了對我來講 有點有點遺憾啊 生活裡面少少了很多的樂趣啊 我每次 我也我也很想要很想訓練大家 訓練大家可以可以有 有有這種 辨識騙子的能力 對騙子能夠有一點免疫力 或者說你有一種的對騙子的X光的這種的掃描的本事掃過去之後這個傢伙有 有問題身上的帶帶著的危險物品 那郭文貴是個騙子因為他把他自己整合到一個一個反共反中的脈絡裡面不得了在在在美國當下主流 但接下去這個案子會怎麼發展不不知道你我這個案子背後的背後這個時候的抓郭文貴的邏輯 你如果光從司法的角度因為呢他的案子太明顯了東窗事發了所以呢美國的司法的終於對他動手了錯 那但是你你先看郭文貴郭文貴的郭文貴因為呢把自己的成功的包裝成一個一個這個中國大陸的極權社會的共產黨的受害者 他講到共產黨的時候呢那個時候的咬牙切齒然後的悲悲憤家人因因此受害然後呢他作為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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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一個流亡海外的 呃共產黨的受害者把甚至於呢在尋求呢在美國呢用政治庇護的身份他既有呢被被大陸整肅然後受害出逃的反共的商人 那又在尋求政治庇護那在當下的美國尤其在特朗普川普上來了之後的那種狂掃的歪歪風越電越高的反中反共的情緒裡面當我要反中反共的時候大蘋果三明治 那是plus柯文貴的郭文貴那個是標配啊郭文貴呢在在在美國可以騙吃騙喝到這樣子的地步十億美元 所有他只要出現的場合當中的一定會有炫富的元素在在裡面我在我在看他的視頻的時候呢我非常清楚的感覺到他在幹什麼 他的視頻裡面跟你談的可能是完全的完全不著編了不著調的那種呃可能也編的就你可以你可以說他是一個一個包裝的比較有檔次的王立強沒有差別 我會說沒有差別王立強的是一看就知道就是你他要騙錢都很難他他只能夠去去騙騙呢騙騙原來原來他工作的周圍 的那幾個傅太太騙了一點點然後呢也騙了人家的人家女兒啊把然後這女兒呢現在呢是他老婆反反正也也也也生孩子了那個是王王立強的郭文貴的集數不一樣啊郭文貴的集數不一樣啊郭文貴的 郭文貴是大號的王王立強可是那種的敘事的手法跟邏輯都是在一個反共反中討好西方的西方的政治正確的主流價值然後呢努力把想要把自己包裝整合到的那個西方的社會脈絡 所以裡面幾身上流因為你對他背後的財力有一種的有一種財富想像這種的財富想像以及呢以及反中反攻的政治正確的結結合冰狗那個真的是很漂亮 所以郭文貴這幾年的時間他2017年之後開始快速的崛起那個快速的決決起就兩2017年就是特朗普上台的那一年 他就是把郭文貴 班農 他跟班農在一起班農班農應該在他的遊艇上面被抓了 然後呢班農呢是 是特朗普川普在卸任前的時候呢特色他班農的沒事 可是呢郭文貴的始終從包括他的GTV的那樣子一個一個 你可以你可以說劇烈劇烈財財富那個詐騙的味道都已經很很明顯 所以郭文貴本本身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騙子 就是除了在那個社會脈絡當中讓許多認同他政治正正確的人 把他當作某種精神標標竿 每天呢不不能說每天只要聽他出來呢開視頻直播呢在鬼扯的時候 就跟了就跟我在網路上面呢會看到的那些 那些呃 海外的這些反中的華人 的那個羅的邏輯呢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看到這樣的人聽他講話的時候呢不用不用不用管他真假 就算是假的我也要相信他是真的聽起來就是興奮所以大陸呢在 在大陸朋友們可能不太能夠感覺我每天呢在在追蹤的這些的訊息裡面 在那些海外的反中反華團體裡面那些每一天幸災樂禍以及呢鬼扯淡的呢那些的視頻畫面 那個呢在在那樣的群體裡面呢聊起來的那種的興奮感那製成一個小小小宇宙啊那真的是媽的多多多重宇宙的另外一重 好好的 郭文貴好吧 十億美金 那 現在被逮了之後呢會怎麼樣 兩個兩個重點第一個就是說 今天 跟 美國的媒體 美國的美國的美國的這個就是說呢 聯邦 的起訴書在曼卡頓公開的這個聯邦起訴書指控郭文貴 跟另外一名的同案被告利用郭文貴的巨大網路影響力 透過承諾巨額經濟回報和其他利益 來招攬對各種實體和項目的投資 因此紐約南區的聯邦檢察官那就在聲明當中的指控郭文貴利用利用偷來的錢中保私囊 包括為他自己和他的近親購買了一個四千六百平方米的豪宅一輛價值三百五十萬美元的法拉利三百五十萬美元的法拉利 那是個什麼車呀三百五十萬美元 那不就是不就是十億十億台幣以上有這種車嗎 好那甚至呢還有兩張價值的三點六萬美元的床墊 那這個檢察官說呢這些錢呢還用用於一艘價值三千七百萬美元的豪華 他遊艇好那這個呢大家呢是知道的 好因此郭文貴呢在他位於這荷蘭雪莉酒店的公寓裡面呢被被逮捕在紐約了 好的呃你看到呢這個聯邦的聯邦的檢察官 那逮捕在這聲明裡面的逮捕郭文貴的理由 紐約時報說跟大陸大陸呢中國這政府的指控郭文貴的理由呢如出一策 這是紐約時報的報道 紐約紐約時報說今天在美國逮郭文貴的理由 跟當初的北京的這個大陸的大陸官方在指控郭文貴懶得理他 因為他已經跑跑出去了但是呢希望美國把郭文貴送回來指控他的理由如出一策 這個妙的你知道嗎就是就這個這個傢伙 呃擁有反中的政治正確 但是呢大陸的對他的指控在過去幾年裡面因為這個政治正確的保護 所以美國的美國的主流社會裡面對於這個 包括唐靖龍在內一聽一看就叫這個騙子 但是美國的主流主流社會趨之若鶴 你想呢像班農這種的曾經的這種的政治精算師 特朗普川普的首席政治顧問都呢跟他的稱兄道弟啊 整個暑假呢都是在他的遊艇上過的 這種高級的騙子跟了王立強不一樣 我說那個手法邏輯是一樣的但是段數不一樣 那今天呢賓狗就是對郭文貴的所有的指控都跟大陸對郭文貴的指控的如出一策 就是美國也被郭文貴給騙了 受害者十億美金當然這些的受害者裡面大部分我估計大部分的都會是 都會是反中的懷疑 受害者的名單呢還在還在還在清理當中啊 可是第二個就是說 那班農已經被被抓了這麼這麼久了都已經都都特赦了 那郭文貴的郭文貴為什麼這個時候被抓了 因為班農子只是只是郭文貴的這樣子總的整個的詐騙的 這一整包的故事裡面的一段 班農是他的化妝品 班農呢是他的中南節節徑 班農是他的增加自己的政治正正確跟他背後的政治影響力想像的一個道具 很多的政治人物呢也甘於成為這種道具知道你們這些呢有錢人 因為需要我當道具當門門生 否則為什麼很多政治人物退休不醜 他很快找到第二陣因為需要需要他當道具 他就當道具就好了 過去我們開玩笑講就是說呢 作為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最有權勢的人 為為有權勢人工作的時候呢 你要你要知道 每一個有權有勢的人 他身邊的人呢起碼呢分四等 第一等的是家人他的夫人 Family他的家家人那用最最親近的就像郭文貴的偷騙來的這些錢 有一些呢還是在他的親親戚的戶頭上 但如果你你不是他的家家人 因為學學學統就不對 你如果不不不是郭叉叉郭文貴叉叉 不是他家人那你第二圈也也不錯 第二圈呢你要當他的家層 就是雖然你跟他不同性 可是呢 跟他很很親近可以進到他家裡面的 但是呢是他的下人 當他的家層 但是如果說家層也不行 可是你要過過過日子啊 那為他的跑腿為他賣命啊 管他的是真片子假假片子 給我錢讓我過日子就可以了 那你就當他的第三層 第三層是什麼是他的家奴 就是還是在郭文貴或者或者叉叉叉的這個就是說呢他的他的Family概念 We are family 好在那個在那個呢家家人的概念裡面 但是你是他的家奴 從家人到家層到外圈的家奴 就三層 但是還有一些的是更外圈的是更外圈的的是其實已經沾不到啥東西了 可是還有一點點的一點點的藕斷藕施連可能也能夠得到一點點的好好處 但是基本上面 就就是連能夠的接近那個權力中心的機會都不會有被賣的時候呢你的老闆勝罪不認識你那那一層的叫家具 大部分都家具啊被騙的是家具 我回來了 好來咱們聽說朋友們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對啦就是騙騙騙騙著很多 你知道因為 因為中國大陸在在這在這幾十年時間呢因為發展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我看我看到大陸很多很多的劇啊那些那些劇啊都都都是充滿了充滿了就是 過去過去幾代人的發財夢最核心的就發財發財發財趁著就趕快發財 那都有發發財夢那有的人就就就是拼力的努力的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尋找機會努力的建立了自己的投資的嗅覺 在整個中國大崛起的那個年年年代 之所以他一定會經過一段的一段一段中國錢煙角木就是中國到處都是錢 就去看你有你有沒有本本去撈 在那個中國錢煙角木過台灣台灣米南話講說台灣錢煙角木 台灣錢煙角木的時代呢早就已經過了 過去幾年呢 大概大概有二十年三十年以上時間中國錢煙角木 所以台灣人會覺得到大陸去投資怎麼投資怎麼賺 但是那個那個階段呢也差不多過了 你不騙了真的也沒啥錢 好那大家剛剛的這個 剛剛在在在提到呢提到郭文貴的郭文貴的 郭文貴的片啊這裡還牽涉到郝海東啊等等等等但我我不是郭文貴的視頻都看到我有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好玩的時候就去看一看看他的看他看他講大陸的之後跟我跟誰很熟很熟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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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跟哥跟那個誰呢是什麼關係那個時候呢我在哪裡然後然後呢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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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明星他其實呢跟誰誰誰呢其實呢是有一腿的這個小孩呢其實其實我他生了那個孩子其實誰誰誰的你每天就聽郭文貴的在這在講的講這事兒 我不是說的這些事情的背後呢一定的一定都是假的因為我也不知道 可是可是這些 基本上面從一個騙子的理解上面來講我說他就是成功的把自己整合到一個符合你情感需要的社會脈絡裡面讓你對他的失去了心防 不管他在講的郭海東或者是呢或者是或者是班農 班農跟郭海東對郭文貴來講意義是一樣的 班農呢站在郭文貴的身邊郭文貴把他奉若上兵招呼的服服貼貼的 對那些大白幼來講的看到班農就如同看見了看見吳上師一樣 因此呢看看到班農這個吳上師呢躺在了郭文貴的豪華油油廳裡面對郭文貴呢當然就多看一眼嗯 這個啪哩啪哩的的的中國人是好人是跟我們同一掛的 同樣郭海東也一樣啊對海外的海外的反中華人來講反中美美國人反中反中白白白人看看班農 反中的華人他可能就看郭海東看誰這些人呢對這又又有說服力了 郭文貴呢就可以輕輕鬆鬆的啥事兒都不用做到哪裡的錢呢都會自動的往他的身上身上滾 好我剛我我剛講了就是不管你是有權有勢的政治人物商人或者大騙子都一樣 人際關關系裡面當你有了一點權勢了之後家人家層家奴以及最外圈呢一次是使用的就是用後集集集丟毫無感情的家具 很多人呢其實都都是家家具連連那個你以為為他賣命的那個老闆連連見都沒沒見過一句話呢都沒有假講過你為他賣命坐牢他都還不知道你是誰呢還要問一問那種的當家具的很多你自己要小心 這個時候的處理郭文貴 我覺得沒有啦就就是選選選舉到了吧可以動動手我我對於我對這種的案件在這種時候的爆發因為郭文貴的圈子那個脈絡 郭文貴的脈絡全部都是川普脈那脈絡你想郭文貴班農班農到最後川普都還願意去特色他你就知道雖然他當他的首席政治顧問 那沒多久可是他在大白柚裡面的那種的無上師的地位對川普來講還是有點忌憚的 那因此郭文貴的身邊都是這種的大白柚大白柚很簡單大白柚呢跟反中華人的整合呢就是大蘋果三明治啊這個呢在二零二零一七年之後呢一路的演 讓郭文貴呢不需要搭搭檯子就是一幕一幕戲呢就一直一直一直唱到了二零二零年的總統大選呢之前的時候你看到的那個大蘋果三明治跟大白柚之間的整合在當時的紐約紐約時報也曾經 華盛頓郵報都特別曾經針對呢大紀元法輪功的系統提出警告我還會記得呢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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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的質問就是為什麼一個丟在紐約的街頭讓大家呢自動的去拿都沒有人要拿的免費的免費的就說呢這種的華文的媒體大大紀元 為什麼會成為呢二零二零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主流敘事他從邊緣的小媒體都談不上竟然在美國的總統大選裡面呢成為主流敘事當中經常的提供的消息來源跟那個敘事邏輯都是呢大蘋果三明治尤其大紀元的在提供的郭文貴就包裝在裡面啊這些的群體其實他們有不同的路數可是在反中的需求情感需求上面 一樣的時候尤其在反中的政治正確之下大家各搞各的每個人呢都有呢自己想要搞搞的東西這個時候呢只要不要把上面的那個帽子屋頂拆了就好了在這個屋頂底底下的黑七八糟的大家呢就可以搞好那你想呢這幾年的時間郭文貴也好大紀元也好他成為美國在反中政治正確之下的主流敘事好那為他既然是反反中那政治正確到這種的地步那為什麼 什麼時候這個時候抓了我說因為我我如果從我如果是拜登因為美國的檢察官 美國的檢查體系是高度政治性的 他基本上面是可以是可以當作是呢執政者的警衛會一樣的 那 這個時候呢去動郭郭文貴郭文貴背後的大白柚的關係的想像的那就那就那就多了我們說除了班農以外 班農的後面 川普還有呢一系列的 我過去的跟 特朗普的同朝為為為官的 今天 今天你看到的 拜登 拜登現在呢 最近的連的連續被被被打的吉爾光了那都打得很重啊除了除了這個SVB啊這美美國的矽谷 所引發的金融風暴讓他們非常非常的緊張 另外 在 中的中國在中的中東成功的斡旋了沙特跟伊朗 這個呢在中東的冷戰的世仇 這個呢讓讓讓整個的阿拉伯世界呢會提出一個很巨大的 巨大的問號那個很大的問號就就是中國都可以調停沙特跟伊朗 你美國為什麽沒有辦法處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為什麽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心中的永遠的痛 可是看著巴勒斯坦的被以色列呢 驚吞殘殘死 過去的 那種的兩國兩國主義呢 美國不是呢從上個世紀的五零年代六年就一直強調對中東的問題的美國的立場是聯合國的兩國主義 兩國主義現在是中國在喊啊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講到巴勒斯坦的都是兩國主義啊 可是兩國主義為什麽沒有辦法落實呢 為什麽美國到現在為止 就是看著以色列 每天吃一點吃一點吃一點 巴勒斯坦都已經快吃光了 為什麽你就是沒有辦法去處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所以你與其去嫉妒 中國憑什麽 去調解了伊朗跟沙特 你不如問問大家阿拉伯世界的在看著美國是說 看著呢這次的沙沙特跟伊朗的伊朗的和解 這個和和解後面一定還有還有戲的 我就進下去呢可以看看的看的戲 我隨便講一個呢 一個就是 他們的大大使館反正大概兩個月之內的大使館重開 重開了之後呢看一下就是沙特跟伊朗之之間 會不會有有比較密切的官方主導的相互的經貿往來包括相互的投資 如果有一天呢你會你會發現 沙特的跟伊朗 竟然聯合推動了某一些的投資計劃 沙特的到伊朗的去去投資了什麽什麽項目 伊朗的去沙特投資了什麽什麽項目 或者共同的推動了怎麽樣的計劃 你不要覺得意外 我覺得到內部的時候呢那基本上就已經牢不可破了 再來呢可以觀察一下 有沒有可能什麽時候 沙特跟伊朗不用再找第3個地方去約會了要約會不用到到到北京你自己去吧 沙特直接的到了到德德黑蘭 去去訪問 德黑蘭的直接呢 到利亞德的去去訪問會不會 那些都是未來可以觀察的重點 好吧那 這件事情的對對美國來拜登來講的也也承受了的第二第二槍這槍的對他的聲望來講 在中東地區來講也是灰頭土臉 再來呢就就是黑海的無人機 黑海的無人機呢被俄羅斯給撞了 同時呢在巴赫穆特呢看起來 北約呢即使呢幫了 幫了烏克蘭在這地方的整個8年的時間 但是呢巴赫穆特呢 如果被攻破了 整個的烏東烏東的戰戰士就進到了一個非常明顯的 反轉點 那這個呢對美國來講的這是第第3槍也是重傷 好但是呢他終究 對拜登來講 他的 選舉是要啟動的 因此你可以看得到拜登的最近 我認為他開始重新的調整跟中國的關係 認為因為內科的高空氣球事件 把中美關係呢給走偏了 走偏了走偏了的之後呢 很多的原來的戰略設計啊去年的11月14號的席拜會 在巴厘島的席拜會所設定下來的那個戰略 跟 跟中美關係的這個美美國想要抓用抓的主導權那個進程 被破壞 那拜登最近想要把他拉拉回來 要拉回來的時候呢 採取一個 郭文貴在這個時候被逮 讓內那種呢 把郭文貴當憲理 郭文貴當然因為他在美國美國犯了很多的案子 當這個案子的被啟動到這個階段的時候的郭文貴已經不會有什麼政治政治庇護他的他的命大概就是 繼續騙騙到什麼時候呢被搓穿幫被逮 那你說那郭文貴會不會被被被遣返回大陸 那看看喔 未必不不可能因為從現在的美國的主流敘事來講 郭文貴根本就不是什麼什麼什麼政政政治犯 根本就不是什麼流亡人士他就是個騙子 他就是一個流亡的騙子 這邊騙完換另外一個地方騙 跟王立強一樣在大陸騙完了到香港騙 香港的騙完了之後呢到澳洲繼續騙 騙騙子 騙子的不管到哪裡唯一不會改變的就是騙 那郭文貴 這時候呢 被逮 我估計啦 因為我這兩天呢我我除了看紐約時報這東西說我也我也我也在看的像Fox News啊這這些的 這些的大白柚的核心媒體是怎麼看這事大白柚的媒體的就 很戒身口恐懼 知道了這件事情背後呢是有雷的 就不太敢貿然的去跟進去談這件事情 郭文貴到底犯了些些什麼 終究還是要在事實的平台上面討論 只是這個時候的逮 郭文貴 會讓 會讓川普的起手起手式 就開始呢覺得有一點投鼠忌氣 你甚至你也可以講就這個時候郭文貴被逮 他幾乎呢就是呢 點點燃了 點燃了拜登跟川普續戰 第二回合續戰的烽火台 就開戰 好那因此的意思郭文貴的這個時候的被逮我覺得背後的 政治氣氛 是吻合的 就就是 已經到了 該逮郭文貴的時候了 養郭文貴讓他騙了這麼久 這個時候 是應該收網 警方辦案常常會有所謂的收網 那個網一直在那撒撒出去 誰幹了什麼 誰誰幹了什麼 誰是好人 誰是壞壞壞人 都知道 壞人在哪裡 現在正在幹我也知道 那時候不敢把他抓 抓起來 一般人觀念就那你趕快抓呀 不因為 因為那個網子呢擺在擺在那的時候呢 是要看 讓 最有價值的時候呢 才收網 最大的魚進來的時候呢 才收網 網收的時間 會決定你收獲的多少 好所以呢郭文貴呢這個時候的被逮不只是 不只是 他的 逮他的理由採取了一個跟在中國大陸一模一樣的敘事 這個呢會讓會 大大的增加了中國政府的在面對這些海外反中華人對於大陸的指控的時候中國大中國中國中國大陸呢會更 更 抑震此眼 同時呢更有立場的告訴大家就像現在看到王立強 我想大陸方面來講連談都不想談 但是 以後呢如果在在碰到的時候說 我就簡單一句話就是 早就跟你講過你不信我啊 郭文貴也一樣啊如果有一天的美美國的媒體呢開開始呢跟中國或者呢或者中國的政府提起這個這件事 我估計中國政府或者中國的媒體 我不吵跟你講過他這個騙子嗎你不信你要再被他騙那你怎麼可以怪我呢 他對他對中國大陸呢有關於這些呢喜歡把自己用政治正確包裝成政治犯 招搖撞騙的這些的華人可以騙死的那些的 白人 的這些的 華人 以後呢再來跟中國的討派的時候說你們的你們中國人的誰誰誰騙了我 中國大陸 我早就告訴過你只是你不信我 等到你同樣的被他騙了騙更多騙更慘的時候你再來跟我講講些什麼呢 是我沒有告訴你不相信你相信郭文貴呀 你不相信我 你相信郭文貴那你那你不能夠怪我 好那這個呢對中國大陸本身的 所以昨天在 在中國大陸的大陸北北京的北京的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面有媒體的就問到郭文貴被逮的事 大陸方面的雖然雖然 只講了一句話就就就是我們注意到這件事了 我沒有注意到這件事了 好像是汪汪汪文斌吧 大概就這樣一句話我沒有注意到這件事了 可是這這句話很重要這句話我如果沒記錯的話大概是大陸外交部 第1次 第1次雖然他沒有他連郭文貴三個字都沒有講講出來但是提問的時候他回應郭文貴 這應該是 大陸外交部第1次回應 郭文貴有關的事 起碼就是個笑話 就就是個騙局就是個笑話 沒有辦法 好吧除了除了郭文貴 之外 先張張張張張張某某的 張張某某事 可能沒沒時燈坦 看看這個 東東 這個風向龍風貝呢 應該給談談得到 最後一點點的時 時間了 我對陶道 陶道 福建廈門的那個 在二膽的上兵 昨天 當然有人說通緝他 有人說把他叫把他這把他送送回來大陸應該把他的送回來 那 但是他不想回來這上上兵不想回來那我們也也聽到像馮馮馮的 馮馮馮講企劃不想回來就不要回來吧 對這個上兵的這件這件事事情本人的本人是有點看看法的 特別是蔡英文的政府啊我我估計蔡英文的政府 要通緝你要通緝個什麼呢 我們只有小三通小三通的昨昨天 還開了小三通的中轉從3月25號開始 二膽算有逃兵可是小三通的中轉 繼續的往前推動那個中轉已經停了三年 表示呢兩岸 不管了這這些呢 知知節節節節的這些的新聞花絮 但是兩岸關係呢還在往前推進民進黨的戰略清楚 可是這個上上兵 這個上兵 跟郭文貴的不同就是郭文貴是個騙子 是個字幕包含得有受到訪了